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尤其是课外活动 近年非常热刺的游学团 游学团我自己小时候很疯的 觉得为什么人们可以去那里搭飞机 去那里玩 学习 但我小时候的年代游学团会很贵的 但现在的游学团有些可能价钱比较低些 也有些价钱比较贵些 纯粹看那个馅里面有些什么 但现在今时今日 假设我日常有子女的话 我未必会让他们去玩这些游学团 你允许让我说两句审敌话 因为为什么呢 我觉得有少少调回头 我觉得有些事情是你很强行去做 去拿出结果出来 你有个计划 有个企图 游学团正正在讲这个说法 我刚刚上星期六接我女儿去放补习班 刚刚在旁边是星期六 有一家名校放学 星期六都要上半周 那家是很长的 我告诉你 是港道区旅校 但平日已经是发展的 深水清 观众你知道我讲哪家 大家看到的 那家去到快餐店吃 我去到快餐店吃 坐下 我的女儿穿着蝙蝠和我吃汗汗包 旁边有两个女儿又在吃汗汗包 那她说什么呢 我言谈间听到她两个公婆 即是父母 就在这儿慢慢说 我暑假带了你们去这么多地方 你快点写个邮寄吧 你记住自己去过什么地方 发生过什么事 做过什么事 其实你明白吗 那家长很想调出果校 就不停地叫我女儿快点去做一些事 但我想反过来问你 经历这件事不是你迫就会有 这件事反过来 如果你有心去揣摩 你不要说我现在由麻地走到旺角 我都可以走到很有感受 对不对 绝对是 你明白我说什么 绝对明白 如果你没有心去 我给你十匹东西去英国 你得个鸡回来 还可以 是 没错 尤其是你本身 这些游学团 小孩子在学校拿一张通告 其实可能他自己也不太知道 这张通告的颜色是有什么 但是当被父母看透的时候 可能有些小孩说 哇 正啊 一定要去啊 但其实你家长跟女儿说 或者跟儿子说 喂 这些游学团 去那里去那里 可以啊 喂 你学到东西 但其实小孩子一头无数 我可以学些什么 如果家长的角度 又觉得我给钱 跟我去过多少个景点 以及他声称的一些什么 果效 你知道很美其然 我不讲小学 可能讲大些少 到十六七岁 他们要铺牌要进大学 很多所谓云云那十几天欧洲旅行 当然是标榜他的外国外民的生活 包括英文 一定是 我学了这么多年英文 终于大派用场 家长这么想 接着就说 有全外国的英语交流团 交流团很童而皇之 有个小学的交流团 有个大学的教授和你一起行 哇 他整件事 哇 很厉害 仿佛你去那十六天 就等于去了十六年那么久 哇 你明白吗 那个夸张程度 你知不知道 这些是家长幻想出来的 是啊 这个就是 幻想很重要 因为 刚才我说 当我家长内章通过的时候 哇 去那时候 那时候 哇 哇 就想了刚才你先说的 是啊 又或者在来因河半边 拉小提琴 哇 在意大利也撑着这么多拉 是啊 神經病 如果要挡着这么多拉 你去澳门算了吧 澳门威尼斯人拉 不是 那样而已 哎 不过呢 你直接读它 大家笑一下 我们有这张图片 有啊 我们出一张图片 那个套餐图 游学团的 时间表 哇 这个厉害了 那些机构 大家看吧 我不说了 我们先说游学团的特色 这个厉害了 包括参观哈佛大学的学府 和兼学英文 不是哈尔滚佛教 是真的那家哈佛 哇 但是还有什么中学生 事上MBA 哇 中学生上MBA 中学生上MBA 中学生连Bachelor 和这个碩士都未读 就读MBA 那不用读了 不用读香港大学 我想起那句话 一个中学生 要读大学 要读多久 2秒 真的 读一个MBA 要多久 2秒 可以了 你这样上完MBA 五脾东西 不用 回来香港 做银行大班 不用就会捱 然后还有一个 是啊 砌LEGO 学习英语讲故事 不是吧 四脾多东西 16天去学LEGO 砌LEGO 可能他们这二伴 每天都在家砌 不是吧 砌LEGO 砌LEGO 我说 假假地你去日本的LEGOLAND 又或者马来西亚的LEGOLAND 去完都还有钱做 你拿四脾多东西 这个LEGO多少钱 4万多元 我记得 朗豪坊是不是也有一个MBA 的银行店 是啊 你买到 我四十二元 那书 四十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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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很厉害了 好了 还有这个就是 学法文 野外探险 等等 学法文要去阿尔卑斯山 那个心造型 心造型去阿尔卑斯山 学法文野外探险 野外探险 所以我就想起 可能要自己去 在冰地之下 野外求生 之后 要用鑽木取火 是不是这样 不是啊 肯定不是啦 我只是听到 很厉害而已 你知道吧 我没去过 不懂的嘛 我不觉得 你这些学校 会在那裡 真的被野外探险 你只说阿尔卑斯山 法文心造型 我已经觉得很厉害了 好像抗拳水瓶那样 哈哈哈哈 没错 还有这个 加州登峰操的挑战型 有这个建行体验 万尺高型地窄型 哇 會不會有高山症啊 大佬 四万多元 就是啦 四万多元 大人都未必定得上 你万尺高啊 大佬 也不知道 不是 喂 会不会有些超市售呢 其实这些真的 我觉得呢 它是砌日子出来 然后就弄个价单 你肯给那些钱 就等于去得成 开得成成团 是的 还有这个 这个就比较 好像合理一点点了 参观大学实验室 和它的设备 我相信这个团 就很明显跟大学有些联系 应该是给它们看辣词 你们选择这间大学吧 我想这些未必一定是主流大学的 可能是一些收费式的大学 就是你知我们始终到去 有些学点 有些不是很出名 排名又不高 但是就专门收你香港的学生 或者海外的学生 没错 那是为了什么呢 就是为了营运 其实是一个商业模式 没错 还有看回日数来说 普遍来说 10多20天 10多20天 就走不掉了 喂 我想问你 一年公司年假有多少天 年假最多是12天 所以我觉得 那怎么去呢 如果你是20天 所以我觉得 这些他呢 得意在之处 就是他希望 整个门栏出来 你的家长不要跟着 但是你又觉得值 你又觉得他们小朋友 当然 这些中学生 可以在那里 可以 你认为是觉得值 有一种像是生活体验 四五天 你觉得不够费 如果四五天收四皮 我觉得不值 太短了 我简单说 这个整个是一个套餐 是量度出来 令到你的家长觉得是值得的 是 没错 是值得的 当他们平时自己去欧洲旅行 你二十天五皮 那不行了 你整个家人去二十天 起码十皮 说一下欧洲 我不知道你们住哪里 不知道你们小朋友住哪里 应该是宿舍的屋下床 是的 这也是有另一个问题 因为我 这些好像比较夸一点 这些海外游行团 就是说去到 哇 又有阿尔碑斯山 又有 什么瑞士山区废 哇 大佬 又加州登峰操级 哇 很夸张 我刚刚就有个小孩 在早前去了学校搞的游学团 跟当地的学校有些活动交流一下 那去哪呢 刚刚这次去了沖城 去沖城来说 每个学生都 我不知道会是便宜还是贵 因为我也不知道 他里面其实做过些什么 我就知道五日四夜 年轻人每个三千多元 五日四夜还可以 如果三千多元 对了 三千多元来说 我觉得去沖城 包不包机票 包全包 那还可以 因为年轻人 因为本来学校 他们现在政府有很多资助 是给一些学校搞游学团的 那当然 如果你学校去搞一些 所谓跟一带一路相关的那些团 那他们进贴就更加多了 但如果你说那些不是一带一路的地方 可能会进贴少一些 那如果你说去沖城 这些地方当然 坐飞机 食宿 再加上政府的进贴来说 相对香港的家长 我想会比较多 是会得到 但是一样东西了 刚才你说的就是 喂 他们不是住酒店的 是住宿舍的 或者看回小朋友的照片 他们真的是那些叫轮家座 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说 都是一种体验 是的 都是一个体验 等于我们小时候的暑假或者假期 对北潭冲度假营都很开心 哇 那时候去北潭冲度假营 不是你说设计就设计到的 是的 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那里只有百多个宿位而已 我最记得那时候 就是我小鹿的时候 小鹿的时候就有毕业营 五天四夜 然后我爸妈不让我去 为什么呢 有蛇匪吗 不知道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其实到我现在大过 有时候 我都问回我妈妈 为什么当年你不让我去 然后我妈妈说 现在已经忘记了 所以我都问不回 如果 你说好像刚才说的 去沖繩这些地方 如果我是大人 我有子女 学校这样的话 我都会赞成的 那问题就来了 学校一样有request 你会不会有家长陪你去 但是这个团 小朋友 如果你报名的话 总之是30个quota 如果多过30个quota 小朋友要抽签 而大人来说 你报名 那只大人 只有六至七个quota 六至七个quota 如果多过也要抽签 但是他们要承诺 每一个家长去的时候 要照顾小朋友 除了自己的 要照顾其他的 每一个最少要take care 四个 但我有个问题 那个价钱有多少钱 是的 那个价钱当然是 去到 但他不会写的通告 OK 除非你是抽到 才会告诉你多少钱 就是用暗盘 是的 我的刹车就抽不到 所以就不知道多少钱 当然 看回他们的行程 我觉得 我估计 我估计 四千多元以上 那也 fair 去沖繩 沖繩OK 因为我沖繩 如果暑假去很贵的 我试过 都要几万元的 跟小朋友租车 当然了 不是住宿营 真的去景点 这些消费 跟那个体验型 生活型 又不一样 又不可以量化 这是两回事 没有 其实我也想说 其实有些新闻 是说这些游学团 含有骗子的成分 会 真的 这两年是有一宗 我不知道去哪里了 总而言之 有一个扮游学团的女士 她大概三十多岁 结果 是不是这宗 你读吧 这个 这是什么 新春环与深海队 亲子游学团 在韩国 这个很夸张 但有教育中心声称 和旅行社合办 韩国游学团 向顾客收取款项后 游学团却无影无蹤 这么大事 我读完它 这个很厉害 这个很厉害 海关早前接获了一个举报 就说有一间旅行社 就搞一个教育中心 和旅行社搞一个韩国游学团 接着收了钱之后 就没有了蹤影 那 就 抓了一个教育中心的女东主 31岁 就说涉嫌她违反这个商品说明条例 这件事就是 17年的6月份 没错 其实我会觉得 是不是现在家长一听到学校 搞游学团 就是两眼叮的声音 是不是会这样的呢 我觉得 你明白香港的一些生意人 是 有些什么是热门 有些什么是 popular 就是一窝蜂蜂去做 是 就是被游学团的女东主 就动息这个先机 就觉得原来现在家长 就喜欢这样去的 是 就自己量一个游学团出来 就在标榜 印了Flyer 美轮美换 有了海报 是 新春环雨游 说到自己很大规模 旅行社 是的 而且真的 有些游学团 就是刚才我都说过 就是说 有些学校 如果搞游学团 政府会津贴 就是已经舔了一笔 舔了之后 再舔家长的那笔 接着就失踪 OK 这个很大一件事 为什么呢 据知一下 部分家长心态 如果你收得便宜 家长一定会觉得 都没有了道 你是有了道 你怎会收得这么便宜 你明白大家互捉心 你开个盘 开得便宜 它又嫌利便宜 你应该留的 接着你开得贵一点 接着他就觉得 这个好像有些看头 去的景点又这样 就是你去量化那件事 就自然会有人中 就是越贵 質素就越好越高 现在很多家长都会这样 现在你说的新春 去韩国 洗成十饼 你去十饼 回去香港也不用洗十饼 最后年冬煮都消失了 不懂得说 不懂得说 身为家长 其实你本身想带些什么讯息给小朋友 我觉得应该是深究 有时候 有些家长可能说 本身我都想去旅行 但又不知去哪里 难得学校教育学团 一起去 这个我觉得也OK 算了 可能你当是你自己去旅行 你不应该学些什么的 OK 没关系 但如果你说 不是啊 我真的想个子女 学些什么东西 那时候 你就看着这个新春环语图 然后就说 我想学些什么东西 那时候 其实是不是真的学到呢 又或者我想起 Richie的年代 又或者是我自己认知的年代 Richie的年代 我想我们爸爸的年纪 他们就是流行一些叫YMCA 就是那些去青年宿舍 那些在外国的一些年轻人 就真的有钱买一张机票 或者当年他们够钱坐船 他就离开自己的家里去远行 那去远行 使用的路费有限 那他自己住一些宿舍 就像现在的青年女社那样 那他们就当是一个远行 他们自己度一个自己 适合自己的一个游学团 是吧 就是边学边做边看 又甚至乎边赚钱打工 对于 好像说 之后有些保障或者规管的 可能是一些家长 会和机构去申请一个 Exchange Student 那把你的子女去寄 放在另外一个家庭里面 你又帮别人去寄回一个小朋友 一个外国的年轻人来回香港 是 大家互换的时候 那你的文化 又可以让他们去接触 大家互相接触 互相去expose 一些文化当中 嗯 我觉得是 你不需要提高成本之余 亦都可以为两个家庭 带来一些的益处 是 没错 其实呢 这些游学团来说 你给他们又说去深山扎营 又去参观大学 我觉得呢 真的 不需要的 就是反而在地一点 你若有些小孩 自己聊聊天 可能他们学到的东西更多 你不用说搞得这么夸张 那当然了 就算你说 这些不是学校的游学团 那其实 尤其是暑假 那说真的 有时候家长都会 不如我们自己去旅行 嗯 但是自己去旅行的时候 那时候呢 他们又不会说 可能带着小孩 又不会像我们一般大人 去买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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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讲的呢 香港人就真的没有假期 没有假期呢 你去就真的要去 这么多地方先 但是赶行程 赶鸭仔 没有赶行程 赶行程 没有赶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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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呢 真的很危险 因为呢 在香港来讲呢 其实我相信有很多人 是雪藏牌 就是牌 很多人都说 一定要考车牌 好了 考咯 考完之后 喂 你发觉到考完之后 你是没机会叉车的 据知香港路上是有50万辆车辆 但是是不是每个人都持着车呢 又不是 虽然很多人都有牌 但是考完可以每年续就可以 你不需要一直持着 所以忘记不期了 所以有很多朋友在香港 雪藏牌畜了很久没有持着 突然间去一些地方没有铁路走 比如沖繩 又或者北海道那样 没有像铁路那样方便的时候 那不就要自驾游吧 然后说我有车牌 我可以自己租车 那些旅游书都说 很方便的 多方便啊 不如我们看看有一条片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话说一两年前在暑假的时候 有几位香港的女士自驾游 在公路上 突然间冲吹 哇 跌了到森林里面 是不是那些过山车片来的? 不是啊 车头是自己驾驶的 因为包含尖叫的声音 我怕大家会吓到 所以它占走了 这个其实呢 除了在日本之外 日本呢 我自己也有朋友自驾游出了意外 我早前就有个朋友开车 它在香港没有开车的经验 但是去到日本他自己就是淡粗粗的开车 谁知道就炒了车 但是炒了别人的车 就是它自己开的车就没事 但是呢 就搞到后面的车在凌空打了个关斗 那么恐怖 我不知道他怎么做到这个 当然了 日本来说 或者在澳洲 新西兰 也有很多 泰国最多香港人发生意外 因为泰国本身呢 因为有很多自驾游的朋友呢 他们根本上不熟悉 也都不熟悉当地的交通规则 甚至乎 你连手车的堂车都没开车 那时候你真的要穿州过省 可能又青麦落曼谷 其实在早前来说 已经有交通意外 有一件事好像是两年前发生的 有个在泰国的 这个苏梅岛 有一个情侣 就是一个香港人 车着一个泰国女孩 不过这个就是 那个男孩本身就是在那里工作 那个女孩就去探望他 接着那个男孩就带他到处去玩 但是他开的是电单车 那他开的是电单车 那时候 还要 泰国呢 其实也是有一个问题 在香港你 你开电单车 一定法例規定要戴头盔 但是泰国来说 这件事情 我都觉得有些问题 他百例是有规定 还是要戴头盔 但是呢 你到处见到那些人 都是不戴头盔的 这个我觉得也要小心 最终这件事就是说 去到最后就炒了 那男孩就死了 那女孩也是重伤 那这件事 都不是冰山一个 不是个别事件来的 今年呢 就是说到今年 八月的时候 亦都有自家游的香港人 自家游 幸好他就是清迈去曼谷 那清迈去曼谷那时候 那些路呢 连交通灯 甚至乎街灯都没有 那时候 喂 那你开了一刻 突然之间 你遇到什么突发事件 我已经炒了 幸好他们两个就轻伤 真的是万行来的 我都说他们是幸好 那因为我说这一件事 之前两个月就死了 死了人 哇 很恐怖 所以你自家游来说 我都会奉劝大家 如果你在香港 不是开车的话 我真的不准处你们自家游 我先说一下 可能你一家的家庭 两夫妻 就算是一个很赶的行程 因为你只有那几天假的 就是一年 那你既然这么赶 那你爸爸呢 你就去开车 负责 去追警点 然后到那个地方 就带着小孩去玩 如果他肚饿 又要开奶给他 你知道现在很夸张 连那些牛邦都带去 神经病的 你不要管沖繩好 纽西兰好 或者是北海道好 总之 那些都是港人热门出事的地方 没错 你赶完行程 你已经到了景点 下去玩 下去玩完 那些老婆不会理你 只是去玩而已 只是想着购买 购买完 就在车里休息 那车休息 在车里休息 那谁开车呢 就是你 就是你 那你累透了 睁眼睡了 谁开车呢 就是你 那谁害死人呢 就是你 是啊 而且尤其是带着小朋友去 一定有遇到这个情况 就是小朋友突然想去厕所 突然想去厕所 那时候 你开车就很徬徨了 我哪里找厕所呢 糟糕了 高速公路 还要记住 你不认识他的地方 不知道在哪里 但是接着如果爸爸开车的时候 妈妈就会说 哎呀怎么办 你快点啦 来啦 那时候真的会乱的 我不是说歧视 反正女士开车也好 男士开车也好 去到那刻 突然小朋友说要去厕所 谁都会乱的 那时候真的会令到你个人 有点不清醒 那你再要开车 你又要不够睡 又要满脑子 那时候已经是行程的时候 乱七八糟了 还要记住 你临行之前 还要赶公司所有东西 你可能是OT完 是 通宵完 你清掉所有东西 都给同事 你才可以走 还要执行李回去 其实你上机 你都累到死了 譬如去日本 可能今天你还要上班 但是呢 因为你放大假 然后你就是 一收工回去执行李 就是执行李 夜机 不是 执行李是晚黑通顶去度行程 但是接着是夜机 夜机 夜机可能12点1点 一位省钱 对 省钱夜机 然后去到那里 当地凌晨时间 接着拿车 喂 其实你没有睡觉 你适不适合开车 这个很有问题 我都觉得 很多人害怕 是的 那么说回近期 有一宗都是自驾游的 这个是一百年的八月份 有一个香港的高级督察 就是在新西兰自驾游 就是和他的相亲撞车死亡的 那这些是不幸的新闻 另外一宗 在九月份的 一六年的九月份 一个姓赛的男人 中年男人 和九个朋友 在冰岛 在欧洲 是不是冰岛 冰岛 在冰岛南部的景点 开车的时候 就被外国的旅游巴撞死了 是的 刚才 很多单 我只是 同年的8月3日 日本北海道 一家四口 在高速公路撞的灯位撞死了 一个男司机跌出车外 他车上的三岁男童死了 所以我也会觉得 小朋友 你去旅行 你带小朋友去旅行 那个时候 目的是什么呢 你还要自驾游 那时候 整个家人的生命 真的被你操控住 说白点 陷家 陷家的命 都是你们受到的 是的 所以我有时候 我都会劝一些朋友 如果你小朋友 真的太小了 那时候 忍几年先吧 或者 其实 我觉得有些事情 你不适合 你要坚持 不要受你的配偶的影响 你知道你的配偶 只是想到完美的 你不是 常常安排很多东西 你可以说No 你好像有余 就是这么说 你帮你排门 大哥 你是人来的 你以为你是机器 去到 我跟你开完车 开完车 会塞车的 你开车会吞的 很多东西 都包含在那边 你不要拉得太紧 一下子弹到大家 就不好 不如看看香港 有一个很经典的一件事 就是一个 我们再看一张照片 好吗 有一个自驾游的 日本冲城自驾游的 是的 这一件事 你读吧 各位曾经有北海道自驾的朋友 求救 今天在扎房租了一辆七人车 上高速公路 走了一个小时左右 忽然听到后面的太有怪声 感觉到好像踩了车 但勉强走 维持了三四秒 全三小时车程内发生三次四次 即是这个情况维持了三个小时 是的 后来闻不到车后面 传了一阵汽油尾 因为没有关系车 所以就跟着指示带去租车公司求假 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他就投诉那间租车公司的人 态度十分恶劣 还要质疑他 到最后他又说没有人帮到他了 不知道怎么办 对 还踩这间租车公司 说他帮不了手 先回来 我不懂车的 我真的很无用 不要紧 就当你是那位港女 他发生了这件事 都不是第一时间去听别人 教他怎么做的 只是打开他的手机APP 就铺一大段东西 他的经历放上去 希望别人帮他 就是肚公义 是的 他一下子就觉得 一定是你的车公司有问题 一定是你的车有问题 才搞到出事 但是我刚才也说 我没有车牌 也没有真正的驾驶金 我是不熟车 他刚才第一句就说他不熟车 那你是不是听别人说 但是你又不是 你又要不熟车 但是你耳朵又要带别人 那你怎么说 其实 你看看这些字 大约都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 最后最后 当他铺完这段 有九十几个有车牌的人 都知道他发生了什么 原来就是很简单 如果你考牌 如果你这样也能跑到牌 我想师傅也不让你过关 很厉害 不如去保重 为什么他这样也能跑到牌 我希望香港政府 或者运输署 偶不中要抽样检查 这些车牌 因为有些人 这样也敢死 应该把牌撕掉 你讲一下他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他那时候 记住日本车 有些新型的七人车 他没有放过手机 其实开车的时候 会叮叮的声响 没有放手机 没有放手机 不是一两下一个短路 是三个小时没有放手机 如果他闻到热味 他还不会停 那辆车真的会着火 会不会爆炸的 那又不会爆炸 会烧着车车 然后蔓延全车 但是有没有讽刺到 他听到警示 也不会停下车 这个就是 刚才我教授前 刚才说的 就是在香港 没有驾驶的经验 你就拿着牌 走到外国那里 自驾游 你在香港这些路 你都没银得到 那时你银外国 怎么搞错 你这样 你是在拿整个家人的性命来玩 简单说 你这么愚昧 你不要在那里害人 你躲在一边 保中 学好那样 不要走到公路那里害人 人家的文化不是这样的 日本人很尊重自己 你明白 对 既然你开车的资源 那么低 你参加旅行团 那些鸭仔团 算了 或者你更舒服 别人停下 让你去商店 一两个小时 对 那些是趕 但起码一样东西 那一堂不是你开 已经很好了 你那些旅行团 司机开车 你就在后面睡觉 或者跟别人聊天 我觉得 传统的旅行团 好处就是你景点中间可以休息 没错 而且你可以跟别人不同的人去聊天 没错 去旅行就不要自视过高 就是这件事 你说去一些很铁路的完善 最好 你去一些没有铁路的地方 你要自家想清楚 记住 你去玩 就不是折磨你的亲友 不要折磨你的柴可夫司机 叫他跑警点 不要睡觉 始终一天出事 也要想清楚 你如果带小朋友去的时候 究竟适不适合呢 我觉得这个也要想清楚 小朋友真的不可以太小 因为我有个朋友 真的说是自驾游 他就很小 可能是岁岭 岁岭很容易不适应当地水土 到最后他是撲医院 就搞到整个行程都离开 因为发高烧 那这些就是自己拿来 兼够带死 医院也是个景点 还要很贵 因为不是本地人 是啊 那时间说 我们过程了很多 很多 不过如果大家还有兴趣 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在我们的网站 我们的Facebook那里 留言给我们 跟我们再分享一下 是啊 那今天先这样 好 下星期再见 下星期再见 拜拜 下星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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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